激光 这个漂亮漂亮漂亮 绿光啊 我的家乡啊 满天空都是啊 太漂亮了 还有星辰 还有星辰 肉眼看就这样是吧 肉眼看比这个更壮观 那是无法形容的一种感觉 我以前在加拿大那边等过激光 后来发烧了就没 你就把头发等绿了是吧 对 就是等了几个小时 没等着 一般平均温度大概是多少呢 年平均气温是 是零下25到30度 最冷 目前测到的是89.6度 零下 89.6度 零下 零下 零下90度 零下90度 我看到网上那种视频啊 一杯开水 然后往空中一撒 全都变成烟了是吗 在南极你讲话 因为讲话的时候 要喝出去热气 你说话的时候 是一个字一个字就往上掉 那我能该房子到哪个人 你能盖塔 对对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大副 大副是雪龙船甲板部的部门长 甲板部是 甲板部就指的是包括船体的保养 船部驾驶 雪龙船如果和人做一个比方的话 我们甲板部就是一个人的眼睛和大脑 雪龙船有几个重要的任务 其中一个就是物资运输 我们每年雪龙船去南极的话 要带几千吨的物资 包括燃油 食品补给 设备 还有建筑物资 去那边的话 我们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因为那个在南极的战区 是没有比较大型的装卸设备的 我们这几千吨货 基本上都是靠雪龙船的船员 经常说的一个说法是 黄沙变黄金 文明现在在船上是 船上的二管轮 二管轮 二管轮是负责 负责船上的机舱 就是动力 你看看 我们都可以看在哪 我在这个烟筹下的 你在烟筹下 你是那老人是吧 这个船前面这一块部分呢 是我们的驻舱 也是我们船员跟科学家 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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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最高一层是驾驶台 驾驶台 站得高望得远嘛 对 驾驶台一般都在上面 然后呢中间这个区域 是我们的货舱 这个地方刚才文明讲了 底下部分是机舱 机舱 但是这上面部分呢 是我们的直升机机库 我们这辆船呢 它从船底到桅杆顶 有四十几米 我们这个机舱呢 也是由好几个工作人员 总负责人叫轮机长 轮机长 行话叫 轮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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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五 老鬼 老鬼 对 对 轮机长在船上的这个位置 地位 非常非常地高 对 如果是在一个作战的军舰上面 一个轮机长几乎可以相当于一个兵王 就是所有的机动部分基本上 对 都是由轮机长来负责 就是船长跟轮机长之间要非常非常默契 对不对 平平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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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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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百科老师 对船底下了解 不是 对船 对时间万物没有不了解的 都是时间万物